三级医院低10% 15%和25% 为提高社区医院的诊疗水平 大医院还在临床服务 人员培训 设备技术等方面 对社区医院进行帮扶 并实行患者双向转诊 目前在镇江 每年选择在社区医院 就诊的患者比例 已经达到了51% 有效缓解了大医院的接诊压力 改革之前 我们平均住院天数是19天 现在我们已经降到10天 相当于再造了一所医院 与此同时 镇江把全市各级公立医院 人财务纳入集团化管理 统一运行 优化组合 提高了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经营的责任 管理的责任 能够交到同一个集团里面去 在集团内构建了一种立业机制 才能使这种分工协所机制 变得更为有效 江苏省南通市刑警顾英 被南通市民亲切地称为江海神探 他带领南通刑警 连续18年保持命案当年破案率超过95% 其中6年当年命案破案率达到100% 创造了南通刑警命案必破的品牌 在一起杀人焚尸案件中 案发现场被严重破坏 行政人员已经很难从中找到 有价值的实物物证 南通市刑警支队支队长顾英决定 对现场几千件物品进行一一筛选 在现场连续工作70多天后 顾英终于从几千件物品中 梳理出一双被人挪用过的旧拖鞋 并从这双拖鞋上提取到凶手的遗传基因 最终将凶手缉拿归案 顾英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 还有一种执着的信念 南通市一起血案 17年来一直悬而未破 顾英也切而不舍地侦破了17年 前后对几万起案件 进行串并侦查和技术比对 今年终于将这名凶手缉拿归案 不幸的是 顾英在不久前破案途中遭遇车祸 倒在了他挚爱的工作岗位上 顾英牺牲前正在侦查的是南通720命案 在顾英走后 南通刑警支队按照顾英确定的侦查思路 和侦查方向 在11月初成功地将这起案件侦破 践行了这位江海神探 秉持一生的命案必破的信念 近日由中央文明办主办的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 先后在平乡 廊坊 柳州 成都等地举行 在全社会引导出学习 关爱 崇尚 争当好人的浓厚氛围 在活动现场 大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讲述各自的生活经历 交流各自的体会和心得 我个人认为 能为社会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为他人带来帮助 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一个个平凡人的感人故事 触动现场观众的心灵 引起大家的共鸣 中国好人 他们对一个共同的特点 对一颗善良的心 为他人着想的心 也是为他们的喜悦感动 记者日前从总政治部有关部门了解到 今年又将有十万多名大学生 写笔从容 年底还将批准部分大学生士兵 直接提案 高学历士兵已成为 助推我军战斗力快速提升的倍增器 南京军区某导弹团营长陈明 是13年前大学毕业入伍的 他凭借知识优势 摸索出一套快捷训练法 将25分钟的导弹准备时间 缩短到12分钟 把导弹开火时机和遭遇距离 精确到秒和米 提升作战效能80%以上 大学士兵其实还是个兵 既要仰望天空 更要脚踏实地 扎根继承 一步一步地积累发展能量 2010中国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高科技国际博览会 近日在北京开幕 多种代表世界领先水平的绿色产业 最新成果纷纷亮相 家里的旧冰箱在被淘汰之后 它会去哪呢 会不会对环保造成一些危害呢 这个问题您可能没有想过 那么这套废旧冰箱环保处理线 就能够把冰箱进行一个完整的拆解 您看呢 经过这个布袋除尘 活性碳吸附等一些工序之后 冰箱就被拆解成了这三种物质 其中呢 像塑料和这个铜铁铝等一些金属 可以进行一个资源再利用 那么像泡棉和负粮等一些危险废弃物呢 就要通过这边的一套焚烧处置系统 来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了 我们在全国已经建立了 10个这样的示范工厂 一年可以处理1000万台的冰箱 除了旧家店的回收 生活垃圾的处理技术 也在绿博会上得到了展示 而这套二氧化碳补给装置 还能经过一系列处理 把锅炉产生的余热烟气 转化成纯度大于99.5%的二氧化碳 目前北京和上海 各有一套二氧化碳补给装置 年处理能力达到12万3000吨 我们在这个 实现二氧化碳销售上 还获得了一定的利润 同时对于我们这个技术的 不断向后发展 也产生了非常好的一个推动力 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 科尔沁右翼前期 近日遭受30年不遇的 特大暴雪袭击 局部地区积雪1米左右 暴雪造成1000万亩草场 严重受灾 一度有一千多牧民失去联系 目前已确认 这些牧民全部安全 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 科尔沁旗的这场强降雪 较比往年提前了40多天 牧民们普遍都存在 四草料准备不足的问题 加之近期会有两场比较明显的 降雪过程 使得当地的抗灾形势日趋严峻 打通道路是救灾的关键 但因为灾区风大 刚打通的道路很快又被风雪覆盖 目前交通部门出动了十多台铲车 采取分头推进的办法 铲兵除雪 力争紧快恢复灾区交通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也紧急调拨了800套被入 御网灾区 广州亚运会已接近尾声 闭幕式将于明晚8点举行 昨天 中国女蓝的工匠们 以70比64击败韩国队 实现了亚运女蓝的三连怪 女子拳击是本期亚运会 新增设的项目 中国选手任灿灿 昨天战胜菲律宾选手阿尔瓦尼亚 获得了亚运会历史上 首枚女子拳击金牌 中国选手冯兰兰今天在空手道 女子68公斤级比赛中 击败日本选手成功夺冠 这枚金牌是中国代表团 在广州亚运会上 夺得的第184枚金牌 这也创造了历史 此前中国队在亚运会上 夺金记录是1990年 北京亚运会时的183枚 中国女子手球队 今天下午击败日本队 在亚运会历史上 首次摘的金牌 在刚刚结束的男子4成100米 接力决赛中 中国男队以38秒78的成绩夺冠 中华台北泰国队分合23名 女子4成100米接力决赛中 泰国队以44秒09夺冠 严展红是一名在江苏江东市 打工的农民工 从2002年开始 每天要做水稻维修 社区送气 为公司首业三份工作 先后资助江东市的 50多名贫困生完成了血液 今晚我台综合频道 焦点访谈之后 身边的感动专栏 将讲述延展红的故事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联合下发通知 从2010年12月1号起 全国所有收费公路 全部纳入鲜活农产品 运输绿色通道网络范围 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 鲜活农产品车辆 免收车辆通行费 今年1到10月份 全国24个地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28380亿元 同比增长51.6% 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53039亿元 同比增长32.1% 今天国家质检总局 与工信部在北京签署 工业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合作协议 联合开展工业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监控 加强市场准入和行业准入 近日国家发改委 对四川 重庆 湖北 河南等地 加油站柴油价格执行情况 进行了检查 发现有10家加油站 存在抄价或变向抄价 销售柴油行为 目前这些加油站 已经受到查处 东亚经济交流推荐机构 第四届大会今天闭幕 会议通过了旨在促进 中日韩三国会员城市间 贸易投资和务实合作的青岛宣言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在圆满完成对亚丁湾护航官兵 以及坦桑尼亚 孟加拉等 亚非五国医疗服务后 今天抵达舟山军港 医院船共为护航官兵和五国民众 查体致病近2万人次 2010年中国广播电视广告发展峰会 今天在贵阳举行 参会的近百家播出机构 共同发表了贵阳宣言 承诺坚持正确导向 坚持社会责任 营造绿色视听环境 中央电视台非洲中心记者站 25号在东非国家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举行接牌仪式 肯尼亚新闻与通讯部官员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等 80多位政府文化和传媒方面的嘉宾 出席了接牌仪式 中央电视台非洲中心记者站 已建成配备了 最新高清电视设备的演播室 业务范围将覆盖整个非洲地区 报道内容将涉及非洲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 至此 中央电视台已建成辐射 并覆盖非洲大陆的电视报道网络 这是中央电视台提高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一步 也将为中国电视观众了解非洲 促进中非友好起到重要作用 近日 中国国家芭蕾舞团 携中国芭蕾舞剧 《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吉塞尔》等经典芭蕾舞剧 在巴西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巡演 这是中巴建团51年来首次赴巴西演出 也是中巴首次以商业演出形式 前往拉美演出 演员精湛的表演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优美动人的音乐和精美的舞台制作 让巴西观众如痴如醉 在这个崇尚桑巴尔族族的国度 人们第一次感受到 来自中国的芭蕾艺术的魅力 韩国总统李明博 今天提名总统安保特别助理 李希元接替金泰荣出任国防部长官 25号 韩国总统李明博召开紧急安保和经济会议 决定全面修改现有交战守则 并大幅增强北方界线附近西海舞蹈的战斗力 今天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表声明说 23号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生的炮击事件 是韩国推行反朝对抗政策 和进行冒险军事演习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如果韩国再次侵犯朝鲜言和主权 朝鲜将进行严厉的打击 巴西军警25号在里约州内卢市郊的平民窟 与藏身于此的黑帮团伙成员展开激战 巴西海军陆战队 十辆配备大口径机枪的装甲车 首次参与轻角行动 经过四个小时激烈交战 多名黑帮成员沿着山路 从平民窟中仓皇而逃 画面显示 一名嫌疑人被警察开枪击中 里约热内卢获得2014年足球世界杯 和2016年奥运会主办拳后 警方有计划地对藏身于平民窟的黑帮团伙 展开轻角行动 自21号以来 里约热内卢黑帮成员 连续发动抢劫汽车和习习警察局的活动 烧毁了50多辆汽车 里约警方随后强力介入 大约17500名军警参加了这次轻角行动 在连续几天的交战中 警方至少逮捕了150名犯罪嫌疑人 缴获了数吨毒品和一些武器弹药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俄罗斯地面飞行控制中心今天宣布 国际空间站的三名宇航员 今天清晨乘坐俄联盟TMA19载人飞船 平安降落在哈萨克斯坦 阿尔卡雷克市以北的草原上 三名宇航员目前状态良好 他们在空间站工作期间 接收了俄罗斯进步M06M号货运飞船 完成了两次太空行走 并做了大量科学研究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人员 今天在英国医学刊物柳叶刀上 发表研究报告称 二手烟每年导致全球大约60万人死亡 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有助于大幅减少吸烟致死人数 以及医疗费用 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在192个国家地区 展开的有关二手烟危害的调查 以2004年数据为例 全球不吸烟人群中40%的儿童 和超过30%的成年人 他这番说话 似乎是为民进党的候选人帮倒幕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苏貞昌 发誓自己一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